七云联盟子 就赵珂那个 没有啊 没有 找给你 他们的名字 想想他们的生日 如果我有罪 请求法律制裁我而不是 我不用批图 不喜欢就是 我们知道也不好说 腾信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 七云联盟 新歌活于我上线了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作为主打歌呢 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 在编曲上 偏于偏向是摇滚一点 那我们先选这首歌的时候 小李的那个歌词还没有写 但是我们听到 这个歌的Dymo的时候 就感觉是一个 很然 然后速度很快 心里就是觉得 这个感觉是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定制 定到主打歌 然后小李和赵珂 创作了词 和Rap 这个部分 最后这个感觉 出来之后 就全都对了 就特别好 新专节曲风 为什么选择了日式要混 不都是 世界各地吧 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你们的群聊名称是什么 哈哈哈哈 气运联盟 私聊群 给其他人的微信备注是什么 我没备注 嗯就是 他们的名字 加上他们的生日 哈哈哈哈 哦 对啊 会啊 我会被留上 是吗 对 嗯我又没有备注 我就就是正常 那我也是正常名字 嗯 生日快乐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备注有什么用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就碗子 那么一丢丢碗 嗯 你喜欢我那个祝福吗 哈哈哈 一某的时候会怎么调节情绪 嗯 你活于我 哎 活是一个好办法 我 聊天的时候会用到自己或者队友的表情包吗 会 我会用老板 哈哈哈哈 我会用你那个穿婚纱的那个 别人给你画上去 我有 有什么有意思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赵柯那个没有啊 哈哈 没有 哈哈哈哈 找给你 哈哈哈哈 气连这辆车上谁还没有驾照 车里也没有吧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也没有 我们三个都没有 我们三个都没有 暴露 我们两个暴露 但是我我考过 我 考了 不会没过吧 不是我可以 我就考了一个科一一次过 然后科二就没有去练车 嗯 美人分享一个他以为你不知道其实你知道的队友的秘密 这个这个好复杂 这个好复杂 这个对我怎么 对这 我们知道也不好说 哈哈哈哈 美人造一个句子 如果我有罪法律会制裁我 而不是 如果我有罪请用法律制裁我 而不是用早班机 如果我有罪 请用法律制裁我 而不是 让我晚上吃东西 我没有什么 我没罪 我没罪 哈哈哈哈哈哈 奶瓶配亮片雪地靴的机场穿搭里面是什么 奶瓶就真的很方便 就 他里面那个 装点什么东西 他 不会散 你看也可以释放双手 挂着 你想喝就喝 就提提起来 不想喝就放下 对对 挺能装东西的里面身份证和钥匙扣什么都能放 啊 除了液体 还能放 还能当包用 当包用 对 然后雪地靴就是为了保暖 既出早金之后 有发现新的永远的神吗 暂时还没有发现 对 因为我相信我发现我会发出来的 对 除了亲情和友情 还有什么别的主题的曲谱存货吗 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存货 什么关于世界啊 关于成长 关于奋斗 什么什么关于爱情 什么都有 大家说你发自拍像批发白菜一样 亮大实惠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开心就好 让大家开心 选一位队友教你P图的话 你会选谁 我不用P图 柯总刚刚过完20岁生日 20岁有什么愿望吗 家人健康 辣妹老婆小玉长猛男柯总 选一个你最不喜欢和最喜欢的称呼 不喜欢就是女儿 最喜欢就是柯总